白衣男拿著辣椒水連噴好幾下 後方黑衣男瞬間痛得眼睛睜不開 但似乎不服輸 邊揉眼睛邊搶俠 白衣男看見對方手上拿著一把刀 舉起辣椒水想繼續噴 附近民眾想勸架 但不敢靠近 只好報警 原警到場雙方還是很激動 原來兩人會當街亮刀噴辣椒水 是因為行車糾紛 事發自27號晚上7點多 新北市新店 50歲黃姓男子 當時開著休旅車經過路口 停在斑馬線前 里讓行人 後方開著跑車的30歲 無姓男子 可能是等得不耐煩 按喇叭要他往前 雙方爆發衝突 休旅車駕駛拿出 開山刀來理論 對方就拿辣椒水反擊 眼睛睜不開 拿刀亂灰 砍傷 跑車駕駛 整條路都是人 因為安坑吃飯都在這條街上 所以滿坑滿骨都是人 所以大家停在那邊看 過程中 這個黃姓有持刀 來揮擊 商擊這個 無男的左手 手掌 那經警方到場 分開雙方之後 訊後 將黃姓 帶反鎖 揮刀的黃姓男子 被傷害和毀損送辦 但對方噴辣椒水 他也不排除要提告 離讓行人原本是件好事 沒想到變成回到衝突 火氣實在太大 TVBS新聞 怎麼這麼寶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